为了不想让眷村成为历史名词 在屏东的东港一场会议正在进行 谈的也是如何捍卫 保存美丽且具有历史意义的眷村 那今天那个右维好投一圈 也来我们家聊好很多 他们也在拍乐群也守住了 因为当时候不晓得是说要拿钱走 那是有吧 对对对 他就问说他不是这种讯息 然后他问说我问你 像你是会想改建还是不改建 他说当然能够不改建是最好 其实后面很多都是这种声音 他们一直说是等着要 以为都是已经被强制的时候 他们没办法他们拿钱才要紧 我们是 我们是这个礼拜开始 这个礼拜开始大概 那个屏东科学大学学生 就陆陆续续要来做一些参访的动作 对对对 必要努力 对 我一定会配合力 要看怎么样 把这个眷村守下来 全国联署就共和新军事 民国九十五年发起 我一直认为行政诉讼也好 各种诉讼官司 我认为都是消极做法 我认为应该去行销自己的眷村 当时阿宝认为说我这个策略不会成功 只有靠诉讼 理念不尽相同也没关系 双管齐下 那结果经过这样九十五年到现在来看 我认为做的这个动作是做对的 有效果吗 效果是对的 效果是对的 有效果的绿地 每天一早 就开始了他的游说行动 整个东港镇目前唯一只剩有的绿地就这边 都市之废了 就是 所以说我们 就是我们东港镇民的 对对对 以前日本人他为什么在马路旁边要留草皮 太有智慧了 对对 那你看我们的社区在盖 一定都是马路盖到底旁边就排水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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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这是非常非常没脑子 因为什么我们下了雨之后阿 我们地下水需要剩水 所以一定要透过泥土 他不可能透过水泥地 对对对 不可能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想有说 看可不可以把它保存一下 一般来讲如果给你们一个很现代化的空间 我把你盖大的楼 我喜欢 我喜欢 我跟你讲你可以你可以你看怎么样 你可以不用淋雨 不用晒太阳 但是你吸不到这种空气 对 ты 真的 没有意义了 早上聪明 好舒服 像我們運動好快樂 我們今天最快樂的時間就是在這邊 真的耶 你看現在共和社群還有螢火蟲 晚上出來看還有螢火蟲 真的喔 真的 真的 剩下這個例子 你在猜的話 真的 這邊的螢火蟲 真的 我全力投 支持我們 保護共和 好 大家加油 每天不停地奔走 俄羅社區的媽媽 村子裡還有許多的長輩們 她也是每天嘘寒問暖 尋求支持 金妹 金妹 來看你了 對啊 這裡好不好啊 早上我還看到你去買香蕉 等一下到那邊去 等一下差不多到 共和新村是屬於空軍軍卷 很多都是戰功標領的空軍英雄 這位金伯伯 他不只是為國家立下許多汗馬功勞 他還有一位公子 可是台灣演藝界的大師幾人物 沒錯 他正是金士傑的父親 金伯伯今年已經高齡92歲了 但對於共和新村的歷史 他可是歷歷在目 對於村內的環境更是戰慾有加 這個軍社我們搬過來以後 現在稍微有一點點差別 因為我們趕快過來的時候 一般能夠感激性的 當然也是實際環境造成 那時候最可愛的就是 我們彼此的扶持 所謂住在這個地方 大家的相扶持 互相照顧 互相幫助 那種風氣很好 那個空間馬路 中間有兩牌新刀樹 那個環境很優美 那麼每個人家庭都負責了門口的環境 所以有一個在那個時候 很多人參觀以後 認為軍中的這個所謂軍眷村 這個東港公眷村 在台灣是所一所二的 大部分的眷村 它大部分都只是談到所謂的 我們的眷村文化資產保存這個部分 但是在共和新村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就是它有一個很豐富的一個生態池 就是一個很豐富的綠地 早年在我們共和新村 還是一整片濕地的時候 其實本身就已經有後療系 後療系它是一條百年的老溪 所以我們當初在 爭取文化保存的這個議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不忘主打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生態保存 也就是說 在整個眷村的地景跟場域裡面 有很豐富的這樣的一個 藍帶部分跟綠帶部分 相互融合的眷村 在台灣應該是少見 共和應該是非常值得去探討 非常值得去生思的一個 很值得保存的地方 後療系貫穿東港鎮內 早期的功能是 運山木製內陸村落的河道 跟大鵬灣一樣 現在是東港鎮重要的生態觀光景點 為了保住共和新村 王立浩想盡辦法 找出共和新村裡 能引起人們共鳴的優點 除了自然生態環保概念 還有就是從日本時代 就保留下來的珍貴時機 像是富有濃厚日本風味的日式古宅、庭園 沒一樣的優點他的解說之下 幾乎都能得到大家的認同 是無所謂的 是無所謂的 買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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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子能够继续住 当然继续住下去 但是这个房子啊 这个是加持着在国防部 通议规定的情况下 全程改讲法规的情形下 这个房子是不能保留的 不能保留的话只好摄取 摄取以后另外想办法再给住的问题 以前的离住 离住就是来威胁 威胁一个留别的朋友 说起来不去安装 告白了你年纪你又不可以 如果有要改正的人 就要去那里那里那里 不需要改正的人就不可以去 这我当中都没有 这些打麻烧 我代理留别不去打 要现在带那里 他要偷偷去认证 偷偷去认证 现在回来 我看那儿认证 第二个不少想 我说你去认证 我说我说我怕 我就去 我说我在怕什么 我说我们在外面 外面有选择 在外面 外面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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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哪怕 三四个 在外面有选择 不然就能站住 军人捍卫国家服从命令是天性 但人类保卫家园的平静也是人的天性 目前共和新春通过改建认证人数仍有正义 而且还在台北高等法院诉讼中 这场家园保卫战到底谁胜谁负还在未定之天 共和新春是台湾最南端硕国景春 也是原始风貌保持最为完整的眷村 如何运用更专业的机制与深远的眼光 让眷村注入更鲜活的生命与色彩 呈现丰富而多元的文化特质 应该是我们所要思考的